我们来看,所以刚刚我们就移除重复 移除,就是把这个扣过来 我先把那个筛选先拿,移掉 扣过来,OK 所以你会发现,他扣过来 然后马上就帮你移除重复了 当然你移除重复这个功能 你如果不用他内建的那个duplicate 你也可以自己写 只是要自己写很麻烦 可不可以自己写得出来 其实也可以写得出来 只是说太麻烦了 如果他有这个已经有现有的功能的话 当然你就不要没事,自己没事找事做 OK,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那另外呢,也还有另外一个写法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是整栏复制 C栏整个复制,有没有 然后贴的话也是贴整栏 有没有 那实际上,我们并不是用range 不是用范围 如果刚刚的选取方法 你可以先选C1,CtrlGyp向下 有没有 这个就是选C1到C2500 这个range 刚刚另外一种就用点一下 这个叫colons 所以顺便我们可以再多学一招 就是如果将来你是要折到整栏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的这个部分 可以把它改成colons就可以 本来是range 有没有 C1到C的这个 本来写法 本来写法是这样 我会把它放在云端上这边 本来的写法是这样 但你可以把它改成colons 有没有,本来是这样 那如果说你要把整栏的资料 call到哪个地方去的话 一样 后面的destination 你一样指定一个range 只是差别是说 你前面部分你可以用colons colons的话就COLUMN加S colons 刮胡 那一样 刮胡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数字 你可以用3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这里我是建议用蓝的哪一蓝 这样会比较清楚 你可以用C蓝 有没有 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C蓝的资料 copy到哪里 copy到N的这个位置 N1的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你执行这一行的话 它同样会把整栏的资料call过来 所以这个把它按F1 执行一下 整栏call过来 那如果remove的话 这一整栏可不可以整个call 整个移除呢 其实也可以 这个的话你可以 这边改成N就可以了 N栏 remove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结果也不一样 也一模一样 OK 也就是说 如果你假如是整栏对整栏的方式的话 那你可以多寄一个叫cullens的物件 同理可证 如果以后是列的话 那就是把它改成叫什么 就是数字没错 那个名称叫什么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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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OK 一样 只是说后面那个列就不能用文字了 因为列数一定是数字 哪一列 那你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是相通的 OK 所以顺便讲一下 那再来的话 我们完成的这个移除之后的话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可以先把资料 先call到这边来做再移除的话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应该先做哪件事呢 其实因为我们这边总共有业务总共有六个 那所以理论上应该是什么 先新增一个这个工作表 有没有 所以新增工作表还记得吧 前面我们有写过嘛 就是哪个序词 序词.add add之后的话 add到哪里 add到after冒号等于序词 括弧序词.com 有没有 就是帮我新增到最后面 然后呢 再来下一行就是呢 那个序词序词.com 点name 它的名称就是哪一个 就是菜头 有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到第七 做什么呢 分别把这个名称一个一个的抓过来 然后呢 在点name的那个后面 有没有 加上这个名称就可以了 这个全部跑 这个好像我记得前面有写过 所以我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先产生就新增工作表 总共六个 但目前的话 这最后再切回来就对了 切到shits 括弧1 里面目前是空的 因为我目前什么都没做 ok 然后删除的话前面我们有讲过 从倒过来删 你看shits.com 到第二 for i 等于shits.com 然后呢到那个什么呢 到第二 空一格 记得step要-1 越来越少 里面的话呢 将来一个shits 括弧i 点delete就可以了 这两个 大家前面有讲过了 所以我们大概把它删除 给各位看 这样子删除 ok 这两个 那我们大家来复习一下 重点 其实第一个 如何新增工作表 总共六个呢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就 for i 等于 2 到7 这个应该没问题 总共有这个范围 接下来做什么呢 shits.add 好 前面讲过 after冒号 但你可以把它改成 before冒号等于 只是说你会写到前面 我们是要放后面的话 那就是 shits 哪个shits 最后面那一个 shits shits 就是最后面那一个 或者是总共有几个 工作表的数量 ok 一直都帮我放最后面就对了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来就是 再把这个shits shits shits 这个复制过来 它的点name 它的 因为一定是新增到最后面 它的名称叫什么 它的名称的话呢 就叫做 在第一个工作表 因为我们现在问题01一定在第一个工作 或者你这边可以把它改成 这个一个字串 叫问题05 问题05的这个工作表 然后它的哪一个 储存格 就是第i一个 哪一栏 哪第N栏 有没有 所以这个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这个范围 那所以呢 i一定先从2开始 先抓菜头 菜头把菜头放过来 有没有 然后就名称叫菜头 那再来的话呢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以此类推 所以如果这个做完的话 我先把它先删除掉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这个前面有做过 然后按F8好了 有没有 先add一个新的 有没有 它会变成一个 这个shits 看目前等于2 刚刚本来1 现在变2了 因为新增一个了 然后呢名称叫工作表25 那不对 应该是去抓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菜头吧 把它菜头抓过来 放到这个 把它覆盖过去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 点内这个动作呢 就把名称放过来 那这个地方的名称就更改了 那nest的话就下一个下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第2个 第3个 第4个 第5个 第6个 第7个 没有没有第7个 6个跑完 然后再把它游标放回去 这个 这个其实这行 不跑没关系 因为我目前还没把资料放过来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完成 所谓的新增工作表的动作 但是目前 哦 资料还没过来 哎 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把资料放过来 哦 哎 关键的地方来了 应该 把程式写到哪里呢 特别特别注意哦 应该是什么 当我把资料哦 这个什么 这个筛选 我一定要先把它取消掉 应该是我 已经新增 我先把它删除 应该是我先新增一个工作表之后 然后再把它做什么 筛选 哎 那筛选的话特别注意哦 筛选的话呢 就按下这个筛选 在VBA里面哦 特别注意哦 它就一行程式 那一行程式好像我记得我们前面有写过嘛 叫Auto Filter 有没有 后面的话呢 就带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哪一栏 第三栏 要找什么 找菜头 找到之后抠过去就好了 所以其实哦 再补两行就OK了哦 补在哪个位置哦 哎 这个就关键哦 所以哦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把刚刚的那个程式有没有 先新增嘛 然后呢 把它加到 命名完之后的这个 后面这里 点NAN 这个地方 写什么呢 哎 我要筛选的话 那就一样RANGE 那RANGE的话呢 跟他讲说 这个范围 你帮我从那个A1 到那个L 因为他这个蓝数 应该到L蓝 L蓝 225 好像2500吧 但这个数字 你现在可以自己再把它变成 向下追踪 点什么呢 筛选 筛选 筛选就Auto filter 所以打一个Auto Auto filter 就这一个 有没有 自动 其实Auto filter 就是筛选 空一格之后的话 问你说 那你要根据哪一栏做筛选 我要第三栏 就是C 斗点 Criteria 1 什么样的条件 条件的话呢 那就是要找菜头 有没有 可是问题是 这个资料 向下会变动的 所以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你直接拿这个.name 的后面这个东西 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因为将来这个就是菜头 我要筛选也是菜头 那等到找到之后的话呢 再把资料call过去 call过去 筛选完 call过去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是 把这个 还记得吧 复制过去的话 就是这个范围 因为筛选完了 你就直接点copy 点copy的话 因为有一些地方 它筛选之后 它有些地方隐藏 隐藏就call不到了 只会 比如说只会 看到的就是菜头的部分 那就把菜头部分call到哪里去呢 call到 我们现在新的 那个菜头的工作表里面 所以你点copy之后的话 后面的话就是 把它copy过来 看一下 然后 这个直接先跑一下 这样跑得比较清楚 先找到一个 先新增一个 然后取名叫菜头 另外 另外特别特别小心 这个时候 如果你前面没有加 工作表名称 你AutoFilt一定会失败 因为现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并没有 你要筛选的资料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在这个 这个序值前面加什么 加序值1点 就是这个 或者你用问题05也可以 然后这个copy也是一样 然后我们要filter一下 你可以切过来看一下 它就剩菜头了 再来的话我要把这个资料 以前是Ctrl Shift向右向下 现在直接 那个范围点copy copy到哪里 copy到这里 所以copy到这里的A1 所以写法是怎么写 就是这个序值1的资料 点copy 空一格 放哪里呢 后面的话就不用序值了 因为现在已经指到这个菜头的工作表 所以你就打什么 叫做rangeA1就可以了 然后特别说 那这个前面不用 rangeA1前面不用加序值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已经在菜头了 你等于你如果再打那个什么 序值 序值后面加菜头的名称 点rangeA1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 只是说多词一曲而已 而且 对 程式变长 另外的话呢 你变成说 这个前面的那个怎么讲 你那个菜头名称也会一直变 因为之后会变另外一个人名字 所以干脆就不要写 这样就OK了 好 那这把按F8 执行 call过来了 但是call过来有个问题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宽度 有没有 一般仅字号就宽度 所以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多加一行程式 自动调整栏宽 怎么样自动调整栏宽 非常简单 蓝 蓝的话 蓝的叫colors 有没有 点什么呢 也是这样自动调整就auto auto什么呢 猜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auto fill 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 所以这个 然后把这一行移到上面来 自动调整栏宽 OK 自动调整 OK 所以其实这一行还蛮好用的 以后的话 你只要 尤其是Ctrl C Ctrl V 以前我们是手动 现在变成说 你顺便再多一个动作 以前的做法是 假设你这个栏宽都不OK的话 以前是变成你要怎么样 你要把它选起来 然后快点两下 这样子 现在不用了 现在就是配合一行就可以 叫colors 点auto fill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呢 只有在点面 重新命名之后 做了两行程式 一个是筛选 一个是复制过来 然后再多一行就是自动调整栏宽 大功告成 OK 应该不复杂吧 OK 哇 非常清爽 有没有 你会发现程式真的少少的不到十行 但如果你就假设 是啦 像坊间有些书籍用录制剧集做的 哦 那个程式 没有二三十行 绝对写不出来这样的效果 当然如果一看的话 就真的 谁要写那种 对不对 用这个简单多了 OK 把它实行给各位看 后面的话一样 NAS 换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谁呢 小咪 然后一样是把小咪筛选 但是因为我是在这个工作表 所以这边看不到 但抠过来可以看得到 抠过来 然后自动调整栏宽 有没有 这个小咪了 其他都一样 所以最后的话呢 等到它跑完之后 我再把游标呢 切回到第一个 并且 再让它怎么样呢 这个把它止清 有没有 它就 切回来了 但是目前的状态你会发现 因为刚刚有做筛选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筛选完的结果 就长这样了 如果你假设没有多做这个动作的话 它会变成是在筛选状态 所以最后呢 你只要再多加一行 叫O2 Field 后面不要加 哪一栏 什么条件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 好了 恢复了 就大功告成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虽然城市不多 但是我蛮怕 各位对 这些都还挺陌生 如果回去 前面的部分 没有复习的话 可能对新增工作表 尤其是Add跟.name 这个可能不熟悉 如果你熟悉的话 其实我们充其量 只有增加这三行而已 所以你再把这三行熟悉 那以后可以变很多花样 如果你要做报表的话 比如说你要做各部门 各业务人员 各产品 你一定要先分割 那你就这样就好了 两下 然后再个别 个别的报表就马上 甚至都可以把城市都全部写完了 你都根本不太需要动什么 你就是直接把规则写出来 以后的话就按一下 或者改一下参数 大家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刚刚讲的城市比较冗长 在云端上也有 就这一段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